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确定从新竹移至基隆八斗子鱼港旁来设置 最快这两天开始施工组装 预计40天后就可以支援供水 这处位于基隆八斗子鱼港旁的中油油槽后方空地 将成为海水淡化设施设置地点 由于基隆水情持续紧绷 在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令加快速度下 基隆市长牛昌证实 海水淡化设施确定从新竹切一道基隆设置 这两天将开始动工组装 预计40天后就可以陆续供水 总统跟院长一直非常关心基隆的水情 那在这个礼拜之前 我们本来期待是有两波的一个降雨 不过这个降雨的封面一直没有进来 那现在所以院长也指示 这个水利署这边 这个经营部这边加速海淡厂的一个设置 那我接收到最新的讯息是 这个自来水公司已经在昨天完成签约 那应该是在今天最晚是明天 目前这个 这个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备料 那最快的话是今天或者明天 会进场来施作 那开工之后呢 可以达到每天9000吨的一个供水 那海淡厂这是以印这个不时之需 如果持续一直都没有降雨的话 那海淡厂就可以发挥它应急的一个功能 那今天当然就是气象上面有一个好消息 这个台风往东南 往西南的方向来做偏转 那有可能靠近这个台湾的一个北部 那我早上在事务会议的时候 气象团队也做了预报 从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开始 连续有三天 基隆市降雨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雨势也不小 那也不止包括基隆 包括双溪跟供辽地区 都可能有能够达到超过100mm的这个雨量 所以如果这个台风能够依照这个预报 能够进来这个北部地区的周边的海域的话 我想对于我们解除旱象 应该会很有帮助 另外由于气象单位预估过几天台风 轻台几率大增 有机会在东北部带来丰沛雨量 因此林游昌也宣布 原定9月3号起将实施的 非民生用水限制措施 确定暂缓实施 因为一直关注水情的关系 我们在之前也曾经讨论过 这个其实从昨天 本来我们也要对游泳池来采取 这个停用的这个措施 不过因为有新的气象预报的资料进来 因为台风已经非常高几率的 会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那在这个礼拜的下半礼拜 应该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一个降雨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们暂时不需要去针对游泳池 或者其他非民生用水的部分 来进行这个强制管制的一个措施 我们会试这一波降雨之后 整个的一个水情的情形 在滚动时的一个检讨 那在能够确保民众攻血无余的一个前提之下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调配 牛昌表示 以往年经验 9月起东北季风逐渐增强后 金融市就会慢慢进入雨季 缺水问题渴望获得舒缓 不过气象瞬息万变 牛昌还是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 才能安然度过缺水难关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 而这个雨持续不下 金融水情就出现了黄灯警戒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的协调下 包括了国防部及台积电的水车 8月30后是陆续抵达基隆 配合自爱水公司规划 直接把水送到中正 信义部分高地社区 支援民生用水 台积电水车到六堵进水厂 透过消防车夹牙把水注入潮舱 另外由国防部支援的水车 也在金融女中前进行装水 由于金融水情持续紧绷 在立法人蔡世英协调下 包括国防部及台积电 都派出水车到基隆 协助支援高地社区供水 我想这几天还是天气非常的晴朗 所以我们基隆的水情仍然非常严峻 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很感谢国防部 因为我们也跟国防部反映过这个事情 所以国防部跟经济部有做这样的横向的协调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先来基隆 做一个现场地的会判 那我办公室也有陪伦去看 那今天脚上军方的雨已经先进驻了 那下午的时候军方的水车将会来到基隆 那总共有50台的水车 在基隆的信义区跟中正区 比较缺水的高地地区 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首先第一个站会从基隆旅中这边开始 那我想主要就是赶快的 把这一些相关的需要用水的区域 都把它整备完毕 让我们军方来支援这样的一个民间 那除此之外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台积电公司 他也支援他们的水车来到了基隆 那这几个部分我有特别来要求他们说 也把注意 就是在我们整个中正信义最大的水塔 就是在这个河峰街那边的大型水塔 如果可以的话 把水灌进去 让我们的一般的租户 可以尽量的减少提水的行動 从今天开始 中午12点就是任务赋予 国军他会调派 40步这个抽水之后来协助 来去载水运补 那从今天开始运了 那我们主要的运补的地点呢 就是等等就是以江山 利井江山 因为这个地方相对而言 地势是最高的 水压最不足的地方 所以国军会这边是全力 协助台湾资亥水公司 来去做这个水车运补的工作 台积电为了善进企业 CSR这个责任 所以他们也听到基隆这个 现在供水吃井 所以台积电也特别把他的厂商 来协助我们经济部 来去做水车载印的事项 现在目前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直接把那个水 我们就是在这个自来水 就是自来水清水 直接注入到水塔里面 注入水塔以后 那住户就是直接就可以便利 就直接取用 不需要再去经过这个过滤 这样是对当地的居民的冲击影响是最小 据了解台积电的水车 主要将水运送到八楼子山庄 随时注满两万八千吨的配水池 以提供周边用水 工房部的水车则会将水运送到 包括维校台北 离井江山 及早安国阳等深西路 到新丰建一带的高地社区 水车支援措施也将持续到 基隆缺水情况和缓为止 接着张其滩基隆报导 民国五十年建校的基隆市中心国校 因为校舍老旧活动空间小 再加上通学动线不良 缺乏停车位 基隆市政府整合新建校舍 及停车场新建的经费 耗资三亿多 经过三年整建 全新的校舍与地下停车场 在开学第一天落成启用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 副市长林永发 立法人蔡世印及新医区市议员 等人共同检采下 历经三年施工整建的 中兴国小新校舍 在开学第一天落成启用 林又昌表示 在立法人蔡世印协助 争取前瞻经费下 整合了两项计划 让新建经费更加充裕 将三栋使用 逾五十年的旧校舍拆除 并把新校舍抬高 合并新建停车场 完成操场停车场及开放空间 同时对学校和周边巷道 进行整理一举素德 未来渴望成为区域旗舰学校 中兴国小的设计是 得到国家建筑卓越奖 的一个特殊奖项 另外它整个施工的品质 非常的优良 我们也提报 要来争取工程的金子奖 那今天完工 花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我想这是在包括市政府 各个局处 还有市议会预算经费支持 那另外当然我们蔡思英委员 特别争取了前瞻计划 停车场的一个经费 一亿五千万 所以我们把两个计划整合起来 让中兴国小的经费更为充裕 另外就可以完成 之前大家所期待的 包括操场 包括停车场 以及这个广大的开放空间 并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把体育馆跟学校周边的 这个巷弄道路 也一并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是一举素得 立法人蔡思英回忆 当时在立法院挑登业战 省前瞻预算 很高兴能争取到经费 对故乡基隆教育有所帮助 他也期许未来能协助行政院 斑斑有网路 深深用平板的政策 在基隆落实 同时推动校园国际化的发展 行政院跟我们基隆市 在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斑斑有网路 深深用平板的计划 那我也期待中兴国小 未来的落实之后 能够成为基隆地区 数一数二的旗舰学校 尤其是现在今年度 新的另外一个专案计划 就是希望校校国际化 中兴国小的国际化的程度 是坐在基隆市的前面 那我们期待除了推动国际化之后 未来适应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要来协助学校 建立更多的姐妹校 让他们在国际交流上 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创新人质型的校色外观 以及百米直线跑道 加上环状散步空间 与一座大型溜滑梯的活动场域 全新的校园环境 让学生家长都相当开心 看很大 比较大然后呢 然后比较漂亮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 有跑道啊 那个跑操场很大 然后还有教室很大 变得很大 而且变得很漂亮 很漂亮啊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教室 漂亮啊 新校舍啊 漂亮啊 很漂亮啊 对啊 小朋友在那边读书会很开心 这个啊 哈哈哈哈 幼稚园啊 就是整个很漂亮这样子 对 然后小朋友很安全 对 因为以前进来要走比较远啊 在整修的时间 然后现在就直接进来很方便 身为中兴国小校友的立法员 高嘉宇也特别前来开心合影 只乎母校和他就读时完全不一样了 展新的校园当然是也是开学第一天 看到很多的小学弟小学妹很开心 也希望每个中兴国小毕业的校友 都能够像我一样开心快乐的长大 这个比较重要 信义区市议员们 更期盼新颖的教学环境 能帮助学生学习 假日也能提供社区居民良好的 休闲运动空间 那双语这个课程呢 也是淑平在任内所推动的 那希望呢 我们中兴国小能够作为 这个双语学校的一个标杆 一个旗舰的学校 然后来带领我们全基隆市 国中小学的一个双语学校的一个领头羊 中兴国小它这里有专业的PU跑道 虽然不是400公尺 但是呢 因为现在市立体育场正在重建中 那这边的居民呢 也可以趁六日的时候来这边使用PU跑道 那希望呢 各位市民朋友呢 好好的爱护 在校长杨志钦和家长会长带领下 国小一年级新生开心的敲智慧锣过聪明门 希望在四十间崭新的教室 及开阔的活动空间下 提供老师完善的教学环境 让小朋友能开心学习 快乐成长 高兴国小站不站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 基隆市朝阳爱新社 每年都会办理两次 急难个案子女助学注册金发放活动 特别针对弱势及清韩国中 高中及大专学子 每篮五千元的助学金 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 安心念书 也让受帮助的学生非常感动 受到昭阳爱新社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帮助 上大学就读的詹同学非常感动 期许自己未来有成就时也能加入 昭阳爱新社回馈社会 因为张爱新社让我在高中三年 都是都有他们的补助 然后让我家里有比较好够一点 然后还有学费的方面也帮我很多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 未来有能力的话 可以加入张爱新社去帮忙回馈社 每年开学前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都会特别办理 急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发放活动 针对弱势及清韩国中高中以及大专学子 每个人五千元的助学金 希望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旧级不旧级的原则很像 我们本会每年有三次的活动 一个是环冬冲软 然后一个是清韩助学奖学金 另外一个是学校的奖学金 所以每年有三次 感谢赵阳爱新社 从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不管是在疫情前或疫情后 不管是金钱方面或是物资 都给我们大的帮助 然后让我在小朋友手册的时候 都有一笔现金可以让我们使用 然后非常感谢赵阳爱新社 从长期以来的帮助 赵阳爱新社创设二十多年来 帮助弱势家庭和学子 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为民喉舌争取建设 辅助弱势连任五届市议员 已经在8月29号选委会 办理议员选举登记日第一天 第一位抢头箱登记参选 迈向第六届连任 同时身为社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感到非常欣慰 东修学前期特别带了我们的东修建议 还有我们地方的休闲朋友的特色 团执有处来自赠给我们 高粱爱新社的前提我们所有的团队 然后也祝他们东修家庭快乐 那除了在这边我特别要感谢 尤其在马上就要即将开写的 尤其对于这些比较亲安 其实要想捷径的他们并不同时 也不会因为疫情关系 这一次还要按照我们既定的行程 既定的发放时间来发放 特别感谢他们 尤其这一次也不分年龄阶级 统统一律五千元来贵婚 特别在这边表达对他们本地 最近一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 总共36位每个人5000元 总共发出18万元左右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观光 9月3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师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纪念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3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鱼港前光场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下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共聚赏月圆 红式甜品 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疫情让社福团体捐款数字下降 接往安乐区三名里里长许超胜就看见植物人家庭的迫切需求 立即发起了爱加一尿布募集行动 号召善善心民众及企业团体一人一力爱心借力 获得里民响应公募到了12万5000多元 捐赠仪式上安乐区三名里里长许超胜 亲自将募集到12万多元支票 象征性捐给创世基金会 希望能够帮助创世机构 疏解尿布之荒 这是我们里内的乡亲里面 还有一些爱心企业 然后捐助的 部部活动 然后我们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创世他们的募款 也稍微有点困难 那我们刚好在姻缘继位之下 认识到他们 然后他们跟我们聊聊天 那我们就来响应这个活动 也很感谢我们三名里的乡亲 还有我们三名里内的企业 爱心企业都协助我们捐助 因为创世在这一两年的 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其实很多活动都被迫暂停或是取消 那其实而且我们的 其实各行各业受了那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爱心均款都直线下滑 那其实我们创世一年 总共目前是安养了47位的住民 那一年是需要17万片的尿布 那其实里长募集了 在短短两个礼拜里内 他就募集了 号召了109位的乡民 还有爱心企业的部分 然后就捐助了我一万两千多片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 只是说我们希望未来 就是9到12月的部分呢 还是有能够有这样子的 步步捐助的活动 然后可以就是支撑我们 就是植物人安养的服务的部分 我们有什么重复间断 希望可以持续持续下去 此外受到疫情和通膨影响 不少家庭收入也大受影响 三民里里长许超胜 特别募集了民生物资 捐给20多户弱势家庭 让他们在经济上能够喘一口气 受到疫情的影响 然后我们边沿户 大部分都是属于生活上 比较艰困的人 然后这种生活物资 就是我们大概每一个月大概都做一次 或者是两个月做一次 那有时候一年大概做三四场大型的 就是把整个安乐区的弱势户 低收入户通通请来我们三民里活动中心 因为我们担任里长到现在 今年是第12年 这种活动我们大概也做了12年了 差很多 怎么说 因为就是我老公他正式中逢 然后行动不方便 然后那我又四个小朋友要顾 对生活经济压力怎么都差 这东西够不够用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可以加 就是加减补助家庭的方面 可以就是让我减缓一些压力 一一分送民生物资和水果 简单东西看在一般人眼里 不算丰富 但对于弱势家庭来说 确实受暖 记者黄少明基隆报导 这对你来看 基隆市牙医施工会在暑假期间 办理了青少年牙医培训营 一连四天让学生学习硬膜 寻找口腔细菌 牙齿丢科 诊所见习等 连伴三件 每年都有学生口上牙医型 国小牙医营小朋友唱唱跳跳 课程改编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卡通歌曲 大跳解牙操 教导正确的刷牙和使用牙线的方法 高年级小朋友穿上衣丝袍 化身小小牙医师 在牙医师林建宏指导下 教学生如何进行口腔检查 这两天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当牙医师 帮同学点按牙齿 我发现同学的牙齿都很干净 我要让我学到了 牙齿要保护好 还有牙齿要整洁 我每天都有刷牙 像今天帮校长看牙齿 课程中透过逗趣的戏剧 教孩子们牙齿脱落 如何急救处理 还教孩子们如何做好口浆保健 新庸市牙医师公会举办 国小牙医下令已经有七年了 我们总共跑了九所学校 这个活动是由中山医学大学 牙医学系未来的准牙医师们 带着国小的学生 以有趣的方式 闪关游戏的方式 教导他们一些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 我们牙医师公会这边 也会带着小朋友到诊所去 让他们穿上一丝袍 互相做口腔的检查 这样子让他们对口腔的一些保健 会有更深刻的影响 我们希望在两天的活动里面 小朋友除了可以玩得很愉快以外 也可以获得一些正确的口腔保健常识 回去除了自己可以刷得干净以外 也可以影响到家里的兄弟姐妹 甚至爸爸妈妈们 让全家大小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迈入第七年的国小牙医营 生活家长和学校好评 小朋友完成结训 可以获得结证书 目的是希望小朋友养成结压的好习惯 回家后能够影响家人 一起做好牙齿保健 记者黄梢明 这种报道 未来要鼓励民众使用影像记录生活 并透过公用频道来播放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举办 影像人才培训线上课程 教导民众简单的摄影与剪辑概念 制作完成的影片 还可以参加影像争取活动 并有机会获得高额奖金 随着摄影器材普及 许多民众都会用手机相机 记录生活点滴 台北市公用频道每年都会举办 影像人才培训课程 今年受疫情影响 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 两天的课程传授简单的摄影与剪辑概念 以及如何用影像来说故事 并且使用APP来剪辑影片 希望培训一群种子 将公用频道媒体禁用的理念传递出去 所以这个频道不会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或关心这个权导性的议题 其实不重要 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你们家 比如说我们家的庙会 或者我家新开了一个老人的才艺班 老师教得很好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公托的问题 一直没有被反映出来 这些对你们的生活所视里面的大事 其实也就是社区的大事 那有些电视频道希望看到是这个社区的声音 所以其实他关怀的特色 就是对社区的人物的关怀 维护地方的特色 然后希望社区民众主动参与表达意见 带动社区文化 凝聚社区的意识 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特色 其实是以社区做中心 那么有一个比较学术的名词 就是社区主义 就是以社区作为最重要中心 那这个跟高雄跟台中都不太一样 虽然高雄跟台中也有这个有线电视公共频道 可是他们其实政府运用的比例还蛮高的 那台北市是首三之区 那我们我们的推展的特色 是在各个社区的发生 所以你如果是社区大学的学生 或者你是社区里面的某种 这种活动的主办人 或者社区的关心者 你现在多一个工具 多一个宣传的管道 可以拿起摄影机来拍拍这些活动 分享给其他人 往下走 所以社区议题是优先的 就是你就是社区节目的自主人 然后你的在地观点 胜于一切 就是你一个在地人来讲的事情 比如说包含连对于古迹 大老术 疏通 地方事物 你的观点是超过政府的观点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跟政府对话 那条路要拆怎么改善交通 其实政府提的可能都不对 你提的可能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表达这个观点 然后你表达人事实物情感文化风趣 但是呢 这些事情都需要透过讲故事的方法 所以故事的发掘很重要 好 再来呢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电视频道 所以是影像 它是影像说故事 所以你得学好影像的内容 你的故事得靠影像 我就要鼓励各位请认证上课 你在这个频道里面 就不是像民意论坛 写文章上去投稿 你投稿的东西 就是你的三分钟四分钟的东西 你的笔就是摄影机 课程中所完成的影片作品 还可以参加台北游影3 影片征选活动 也欢迎一般民众在9月15号前 上传自己拍摄的影片 首奖高达8万元 详细讯息可上活动官网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走不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我先起健康了